实力强大的李宗伟 所以这个比赛如果中国队碰到马来西亚 对陈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当然第一单的位置上除了李宗伟之外 其他能够威胁陈龙的人不是特别多 其中印尼的小苏吉亚托 是一个比较有威胁的对手 因为中国队很可能在决赛当中会碰到印度尼夏队 那么到时候在第一单的位置上 将是陈龙对阵小苏吉亚托 中华台北的选手周天成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 中华台北的这些年轻选手 他们都具备非常强的进攻能力 这也是一个男单的高水平运动员 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实力 如果一个男单的选手 他没有足够的进攻的杀伤力的话 很难成为高水平的男单运动员 但是你要想成为顶尖 或者成为一流的男单选手 仅仅有进攻是不够的 那么从最近几年的世界大赛来看 中华台北的很多男单选手 他们在进攻这一项上 是具备一个基本的速度和突击能力 但是仅仅有这一项 还是不足以使他们成为一流的男单 周天成连续的突击都是失误 这个球是正手杀直线 球也出了边线 这球周天成的转变也非常快 这一次在头顶起跳突击杀的是追身 因为前面尝试杀边线 落点都不理想 都杀出了界外 成龙的防守能力很强 这也给对方的进攻带来比较大的压力 如果杀的质量不好 不是很好的落点的话 成龙防起来非常从容 而且很有利于成龙的手中反击 所以要突破成龙的防线 对于进攻的先下压的一方来说 也是非常难的 这球是周天成的挑对角不够小心 可以看到成龙在反手放网之后 已经侧身准备抓对方挑对角的这个球了 就是因为现在的选手彼此之间都很了解 打比赛的也就是这些人 大家都会在平时很多次很多次的看主要对手的录像 像刚才这个球成龙显然是有准备 对方对这种回球挑对角的可能性很大 已经提前在准备了 这两次都是成龙抓了正手的突击 这是挡对角之后 对方挑直线 球的质量依然不够 还是被打了手 被成龙打了反击 这是现在南南比赛一个非常常用的战术 还是杀的追身 周天成在头顶点杀 杀对方小对角的位置 就是正手内部这个位置的切杀 这几个球不仅棋板的质量比较高 而且杀的落点也让成龙非常难受 这两派进攻还是打的相当漂亮 这球其实是周天成的一个机会 现在的南南在控制往前的时候 一个是传统的靠搓球搓得非常贴网 迫使对方挑高球自己来先下压 但是现在的南南选手的能力都很强 当你搓得很贴网的时候 他的挑球十分到位 这种进攻机会其实并不容易得分 神龙这个球的进攻的连续性还是不错 正手批杀完了之后 对方挡网再挑直线 他在头顶再点杀 刚才说的这个往前的搓球搓得很贴网 对手把球挑得很深很到底线的话 任何一个人的进攻 以现在的南选手的这种能力很难得分 那么现在的南南比赛当中 很多的就是给到对方的远网 他在往前是给你放远网 这种球放完远网之后 这种球对方就很习惯会去推自己的两个底线 那在推两个底线当中 推球的弧度一旦不够 就有很多突击的机会 就这个球也是一样 但是周天成自己杀下网了 A4 这球其实他在放网的时候 他的落点不是很贴网 已经接近了前发球线 这种给到远网位置呢 对方就很习惯很容易会推你的两个底线 但是他在推的时候如果推的球不好 就给自己创造了很多突击机会 9-4 两个人在比赛开始之后 陈龙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进攻机会 周天成呢 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搓球放网 然后再下压进攻 因为前面说了中华台北的这几名比较优秀的男单选手 他们的进攻实力都是很强的 所以在比赛的第一局或者第一局的前半局 他们的进攻对任何对手都还具备一定的威胁 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 他们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往往难以为继 陈龙这个球的正手 对方推正手底线的时候 他的抽压这个时机不是很好 还是应该过渡一下 结果被对方打了反击 优优独播剧场——又回答 优独播剧场——又回答 须货场——又回答 最后比较生多的 高度假装 全以眼点 优独播剧场——又回答 在前两天的比赛里面 中国队都是男女队 同一天都有赛事 但今天只有男队有一场球 今天女队的选手也是休息 进行调整训练 晚上和男队队友一起来到了体育馆 来为中国男队参加汤杯的比赛加油 周天成挑球出界 11比7 到了第一局的间线 这场比赛实际上中国队和中华台北队 争夺一个小组第一 但意义并不是很大 因为两支球队都进了八强 八强的对阵 汤杯在最近的几年赛事当中 都是采用抽签 抽签将会在明天晚上 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来进行 也就是在明天晚上 所有比赛结束之后 在午夜时分才会决定 最后八强的对阵 现在陈龙和周天成都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挑战员的对队 savior gak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你看比赛打到这个终局阶段 一个周天成的体能下降 他的体能开始下降 变速的能力就下降 另外一方面就是陈龙 随着比赛的进行 他对于推对方两底线的球的弧度 掌握的越来越准 所以这段比赛就不像开局的时候 周天成有那么多下压的机会 基本上陈龙也把他给限制住了 这种限制就是陈龙通过 推挑对方两底线的球的弧度 让对方没有办法起跳突击 这种弧度刚好过对方头顶 而且呢 这个高度还不能有一点浪费 因为如果你推的太高 这个球速过去的速度变慢 推的太平 对方就可以在半场突击 高水平的顶尖的选手 他们这种弧线都是抓的最好 正好让你打不着 所以这段的比赛 可以看到周天成基本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好的下压机会 我觉得打上这种局面 对陈龙来说 也是证明他的比赛战术和技术上的一种提高和成熟 以往的比赛他虽然也赢球 但是对方总是有很多 他控制对手 就限制对手 不是每场比赛都能做的特别到位 这也能赢 但是老实上对手有的时候打得很狼狈 他总是在处于一个很被动的防守 在挣扎的状态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 因为也到了小组的第三场 这个运动员的状态也慢慢出来了 打到现在第一局的表现 陈龙尤其是在中局 应该是算是表现得非常出色 这个球还是要求质量太高 在头顶点杀 追求太刁钻的角度 结果出界了 这进攻的时候 杀直线比杀对角 在落点上相对来说容易一点 因为直线 你肯定是在边线里头 只要这条线打准 无非是长一点短一点 但是杀对角的时候 长一点短一点 就是出界和界内的区别 这是个运气球 这是个运气球 1180 他的硬s打准备 除去过 你��를忽然会参加 这个护子 我想 出镍阳 但是他在这条线 的面上 就算了 护子 你愿意 你捏得 他他们有考量的 在看台上大家也看到了林丹 林丹的今天是出任中国的第三单打 将在第五场比赛当中亮相 刚才周天成这个挡网非常贴 弧度很平 陈龙应该是在第一时间判断 以为这球要过不来 所以启动慢了一点 在林丹的左边坐着中国队这次参赛的小将田厚威 他的右边是张南和傅海峰 张南和傅海峰也是这次搭档担任中国队的第二双打 这次参赛是14.20 球出界 21比14 陈隆现在上了第一局 1比0 第一局 won by China 21-40 2014青老朋友 队伍低停CBA联赛 拉拉队冠军赛 捍卫我的主场 一波表 实时记录中国体育进程 风神灵台 主力2014年中国大月夜 在一起征程 将心营造 雪花唇生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烈日有什么好怕 没有故事的人生才可怕 蝴蝶仿生双重防晒 探路者皮肤丰衣 勇敢晒出 让心透气 水中贵族 百岁山 你不能再喝了 我是宁伤身体 不伤感情的 没有身体 哪有感情啊 少喝一点 为健康 禁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哦 金牌公司 现在成龙和周天成的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双方交换场地 继续比赛 这是一个软压 就是在下压进攻的时候 你不一定是用很大的力气 去全力杀 去重杀对手 尤其是单打里边 重杀非常少 在进攻的时候 有时候利用一些轻杀点杀 这种所谓软压的球 照样能够给对方 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因为你一位是重的 就像一位是打直线 或者一位打对角线一样 都容易被对方防范 只有直线 对角 追身 平高球 踢掉 结合起来 然后轻重 也不断地变化 对方的防守 才是最头疼的 越来越来越了 越来越操 越来越来越多了 一 越来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高中 越来越南've 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南av 2 1 Serve Sova 今天的比赛从场上发挥来看 第一局陈龙的发挥非常出色 和前两场对阵法国队和俄罗斯队的时候相比 他今天的状态要明显好于前两场 这也是随着比赛的进行 渐渐的到了自己的比较良好的状态 明天中国团队将会休息一天 后天进行四分之一的决赛 当然四分之一的对手还没有确定 这是中国队的科研教练程永平 底线判断的很准确 这球就出界了 这球旁边的一号场地进行的是东道主印度女队和泰国队的游伯杯的小组赛 两个队也是在争夺小组第一 现在第一场的单打 内威尔和拉查诺两个人有打的相当紧张激烈 这球又是一个批杀 一个批掉这个球 周天成因为防对手的重杀 所以站位非常靠后 结果在前半场的空档太大 四分之一 六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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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五 五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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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这球周天成终于等了大半局 从第一局的中段开始到现在 大半局将近一局的时间 才有了这么一次 起跳批下批杀的机会 周天成这一段他总想抓后场 点打得非常准 这球虽然力量不大 但是直线杀的点很靠边 11比3 这期视频 以后看球会但会发于 铀干等哪 对 癱派 牠手 exemple 牠手 empresa 牠手 牠手 是否负责? 3 3 3 把陈隆和周天成的比赛继续进行 11比3领先8分 11比4领先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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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龙在头顶呢 他非常喜欢攻大对角 但是他攻完大对角之后 对方挡直线之后 他要跑很远的一个对角线 才能抢到往前 所以他这种球 对对手的威胁并不是很大 其实 关键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在下一拍连贯非常难 陈龙在头顶的进攻下压 其实他威胁最大的是头顶的批掉 利用他的身高 他批掉下去的那个球 落点非常尖 比他的头顶杀对角 给对手的压 这个威胁要更大一些 其实陈龙虽然身材很高大 而且素质也非常好 但是他不具备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变速能力 所以他绝对那一拍的能力 他的 就是由于他变速和爆发力的方面 比起林丹李宗伟来要差一些 所以他并不具备那一拍 杀死对方的这种条件 在比赛里边 他进攻对手的时候 其实还是以靠打连贯为主 事件对手 definitely nehmen位 起贯 时远 团気 那还是头顶 轻杀直线 这个球从单个的杀球的质量来看 可能觉得威胁不大 但是周天成在接杀的时候 要担心对方的上网的下一拍 所以接杀的时候心理负担是很重 也造成接杀的回球下网 所以羽毛球很多时候是这一拍的威胁 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拍球上 它还有后面连贯的第二拍第三拍 这一拍的威胁比赛 这一拍的威胁比赛 这球周天成打了一个好球 突然掉了一个对角线 而且没有抢高点去掉 而是采用了一个低调过度的这种打法 这个节奏突然一变 陈龙是已经开始向后撤 对方照正常节奏在高点打的话 只能是回后撤 但周天成这个节奏一变 就让陈龙在前面有点提前启动 比如陈龙在球呢 球路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它基本就是 我杀你对角 杀对角挡直线 再挑对角 再推挑对角 但是就是用这种特别简单的球路 它是打自己的特长 因为它的特长就是身高必长 大家都跑很长的线路 你跑得也远 我跑得也远 但是我比你身高必长 陈龙的这些下压呢 基本没有中杀 都是轻杀对角和轻杀直线 结合两边的调球 周天成就是两边都得防 直线也得防 对角也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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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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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成在场上他还是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 尤其是他在低点处理球的时候 他在刚才这一段比赛当中两个得分都不是在高点击球 都是看上去很被动的地方 他的回球质量都不错 这些方面还是体现出周天成一定的天赋 以及对球的感觉 他的球会给 他虽然整体实力不如陈龙 但是会给你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 差点钱 快点 快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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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